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总统正式向中国的出核美国产品加征关税 到现在已经足足要过去了快两年的时间了 没有任何的书面的纸质的双方国家认可的协议出现 即使一直说要签一个Facebook的协议到现在也是遥遥无期 看上去也是很可能最后会不了了之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首先来回顾一下贸易战的一个大概的经过 然后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18年12月1日 中国过一天美国想要争取一个90天的宽限 一直到2019年中共国过完春节 这样的一个90天之后呢 光文贵先生就首先给我们爆料说 中南坑觉得自己赢了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在中美贸易战 当时就觉得自己赢了呢 然后又拖了这快小一年的时间 什么也没有达到 为什么中共国可以这样泰然处置 一直不跟美国签约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真实的真相是是中共国一直不肯签约 一直在撕毁之前已经签订的一些框架性的协议 OK首先我们看一下重要时间的回顾 在2000年的9月份呢 当时美国总统啊是克林顿 他呢就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叫 给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 到这个时候啊 中美关系之前长达10年国会年度审议啊 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就告一段落 然后呢就是2001年中共国正式以发展中国家身份 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 然后中国就开始变成了世界工厂 到国前也就开始了他们疯狂的骗取美元的时代 短短的小20年的时间 美国是经历了克林顿 小布什 奥巴马三届总统 但是这三届总统啊 都没有有效的限制和制裁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 致使啊 中国国通过绑架14亿老百姓的生产力 就创造出了无穷无尽的美元财富 并且我们也都知道了 在盗国贼的安排操作之下 全部都转往了海外 与此同时 在通过盗窃了美国的技术 偷走美国人的工作 把美国的工厂都转移到了中共国的国内 最后我们等到了川普总统 他上台之后开启了灭共的新时代 在竞选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 后来他做了总统也是这么做的 还记得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中共国的几个大事件吗 首先2017年的1月份 中国的大忽悠马云啊 就跑到美国 要给他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 2017年4月 习近平和川普第一次见面 可是就在他们见面之后 川普总统立刻发出了一个备忘录 指示美国商务部部长 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232条 就进口钢铁及履财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调查 也就是232调查 随后8月份啊 美国贸易代表的办公室 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 正式对中国启动调查 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301调查 半年之后的2018年2月6日开始 大家还记得吗 中共国内的股市暴跌 就是因为川普总统正式开始 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 征收额外关税 2018年的3月22日 川普总统呢 签署了总统备忘录 宣布为回应中国 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 就依据301条呢 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征收关税 一开始的时候啊 商品的总额达到600亿美元 随后中共股市再次暴跌 而后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就是3月22日的隔一天 3月23日 中共国竟然开始反制美国 再次体现了他的狂妄和傲慢 要知道 同时期啊 川普总统呢 也是对其他的国际上的经济体 包括日本 墨西哥 欧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 也发起了不平等贸易制裁 最终是要寻求一个 对美国更有利的这个事态 而只有中共国敢向美国发起反制 他的反制 现在看起来 并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大国 觉得自己是强盛的 而是因为他狂妄的觉得自己已经可以挑战美国 要塑造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 中国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后是要干掉美国 杀死美国 搞臭美国的 这就像是一个小屁孩 站在一个拳击拳王的前面 正在对拳王发起攻击 是一个道理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 从头到尾都是中共国 那么中共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稳赢 有底气的呢 咱们就不得不说2018年的12月1日这个重要的时间关口 从那一天开始 中共国通过跪舔美国 当时的感觉就是求求美国大爷 给我们三个月90天的休整期 然后呢 川普总统就同意了 90天的休战期开始 中共觉得自己赢了 记得那个时候七哥说的吧 中南坑已经开始庆祝了 开酒狂欢歌舞声平的一片 这几天呢 小五呢 就关注了小池塘啊 一位非常高手的战友 给出了 为什么90天的休战期能让中共觉得自己赢了呢 小五啊 直接把人家这个特别好 特别棒的逻辑和思路啊 给大家说了说了 就是因为啊 在这90天里面 中共国最高领导层 中南坑里的人啊 觉得自己完成了对内对外的整体布局 什么布局呢 其实啊就是四中全会后面开的 说的那些话 咱们再回顾一下 包括红旗不倒 闭关锁国 高科技的现代奴隶制 红旗不倒呢 就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一党专政 一定要坚持独裁 闭关锁国呢 就是我彻底的和你 美国也好 外界也好 断了联系 我甚至可以不惜采取物理断网的方式 让我保证我的统治 而高科技的现代奴隶制呢 就是通过高科技的手段 人脸识别啊 AI技术啊 区块链啊 5G 6G啊这些呢 对所有的老百姓进行全方位的监控 把插在他们身上的这个吸血的管子 加股加厚加牢 并且还包括啊 自有的呢 自称的三万亿美元 不知道最终到底是多少外汇储备 反正是想尽办法的 全部转移到海外 这就是之前啊 港铁侠去路德的节目当中也有讲 觉得中共啊已经没有外汇储备了 它根本就是没有钱的状态 没有美元 还包括了公安机关维护民警 执法权威工作规定 大家要记得 也是在这90天 因为是2019年的2月1日嘛 它就是在90天里面决定的 通过了这个整体的布局啊 这中共就觉得啊 你不管美国在做什么 咱都不怕 可以高枕无忧了 也无所谓 其实大家要记得这个概念啊 是从头到尾啊 这中共我都觉得自己是 无所谓跟你美国签不签贸易协定的 我想签就签 我跟你谈判 无非就是进一步的 更深入的去干涉你美国的内政 甚至就可以完全影响 主导你美国的总统选举 小时堂的这位神秘战友 总结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他为什么反反复复 在这两年的贸易谈判当中 中共 就是因为他可以反复的操控 美国的股市 可以反复的操控汇率 可以反复的操控 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 并且操控炒作 比特币的价格 咱们都发现了 每一次中共国 或者是中共国控制的美国媒体 放出贸易战友进展消息 美国股市就会大涨 这个时候中共国就捞了一笔 而后呢 川普总统的内阁 国会会发出消息说 没有进展 然后悲观 这个时候股市就会下跌 他又可以通过做空再赚一笔 这就是中共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目的 他是多么的邪恶 为什么他无所谓 贸易战签不签呢 因为贸易战带来的 任何的关税惩罚也好 对中共的其他制裁也好 对于盗国贼来说 对于中共的这个 极权统治阶级来说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有的代价 都是由老百姓来付的 现在小悟可算明白了 从一开始到现在 中共从来都不担心贸易战 从来都不担心 可不和美国签贸易战的协议 他担心的 就是他自己的政权 还有他的钱 钱是老百姓的钱吗 当然不是 想太多了 就是他自己的钱 盗国贼的钱 口袋里已经转出去的钱 口袋里还没有转出去的钱 这才是他担心的 政权的稳固 就是美国这么一稿 如果他内乱了不稳定了 他很害怕 美国这么一稿 他的钱不稳固了 在海外的资产 有可能有风险了 他也害怕 从头到尾 就害怕这两件事 然后美国给了90天 就让了中共可以进行布局 解决他国内 导致他政权不稳的内心问题 当然 他是自以为都解决了 在这个小池塘的战友提示下 小五的脑洞也一下大开 咱们看看中共国的这些问题 随便举几个例子 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里面 已经出现了制造业的人口 年轻的人口不足的情况 怎么解决制造业人口不足 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中文文人党又想了一招 觉得 现在不是各地都在建 像新疆一样的集中营和监狱吗 把年轻人关进去 把那些有反抗意识的年轻人 全关进去 让他们在里面干活 连钱都不用给了 只要给人家一口饭吃 把人家当成犯人 罪犯 你看这问题也解决了 然后关于老龄化的问题 没有老人 就没有老龄化了咯 把老人想尽办法 饿死他们 杀死他们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军队系统里 在公检法系统里 也有很多人 是具有反抗意识的 怎么办呀 想尽办法打一场热战 把这些人啊 像当初解放了以后 抗美援朝的时候 派去国民党的那些扶军一样 让他们全上战场 一场战争一清洗 全部死光 然后重新招募一批 完全没有头脑的 完全愿意服从的 只愿意做奴隶的军队 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把人全部杀掉 这样就没问题了 只留下那些跟着描红的 没有反抗意识的 愿意做奴隶的人 然后再谈到说 现在不是有经济危机吗 金融危机吗 还记得邓小平的那一句吗 我如果股市搞不好 我可以关了 所以如果没有市场经济 就不会有经济危机 这就是中国的逻辑 还有关于房价 有可能会下跌的问题 怎么办呢 我消灭房地产商 不让你们进行流通和交易 就不存在房价暴跌的问题 对不对 讲到最后 和美国之间的这场贸易战危机 那我只要不和美国贸易 就没有贸易战 所以啊 闭关锁国在这儿 又派上运用场 彭斯副总统的 最新那次演讲说的很清楚 美国从来没有和中国脱钩 而是中共国 一直在和世界脱钩 现在连美国人都懂了 难道我们中国人还不懂吗 这个时候 咱们可都觉醒了 明天的节目 咱们就继续沿着 今天中美贸易战这条线 再往下跟 想我跟大家谈一谈 中共国是觉得 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美国呢 这个世界呢 爆料革命呢 他有没有问过 我们这些灭共力量 对你怎么看的呀 所以咱们明天谈谈 中美之间 难道就仅仅是贸易战 这么简单吗 与之详情 请您下回分解 明天见 明天见